點列詞的話就會存取的是這個的 然後如果列詞的話指的是我們這個內層物件的這個V 再一個Local的再一個V 所以這個圖 OK那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說等一下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最後把它run出來 執行出來的話呢 就會是多少呢 就會是 再切回去 如果不太清楚的話你可以把它用那個 用除錯模式跑一下應該會比較清楚 那我直接把它run起來 結果就110 結果110 這個可能需要稍微run一下或者說你可以在這邊射中段點 用除錯模式稍微跑一下 應該就可以得到你要的這個最後結果 那最後因為我有把這個畫面傳上去 但是我發現很多同學 不太容易這個可能這樣看不太好理解 對不對 那我這邊有把它做一個 做一個這個 圖示 圖解 這樣子 我就把它 再畫一下 所以你們等一下我這張圖也會放上去 好你們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 沒看 就這樣